由于叶牧师有点不舒服,他没有声音,所以我成为叶牧师的代言人。 我今天单单讲关于辅导的,辅导对于全福音和建立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就算我们平时与别人交往,辅导的技巧也帮助到我们。 第一点就是我们聆听的第一点。 我们聆听的动力就是我们有一个怜悯人的心。 有时候我在辅导方面,我会集体示范给别人看。 有些人一听一段时间就没有兴趣听了, 因为他们对人没有兴趣。 听着他们的门夜,听着很快就没有兴趣。 所以第一点就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要爱人。 所以就愿意聆听别人的各种困难。 然后聆听的时候,第一点就是聆听他们的感觉。 他们的困难。 也很重要是回应第一点就是回应他们的感觉。 很多时候人会问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个人就觉得好像,你只是想知道我的事情。 但是我们普通时聆听,是感受到他的感觉。 但是我辅导的时候聆听别人,就是聆听他们的感受他的感觉。 在他痛苦的时候,其实很想有人感受他的感觉。 感受他的感觉好像没有帮助他的问题解决。 但是当他觉得有人感受到他感觉的时候, 他觉得有关心,被看重。 他会更容易被帮助。 也经历到爱。 也经历到爱。 聆听很需要学习。 那待会我们会操练。 当一个人讲话的时候, 很多时候人只听到他想听的东西。 可能是因为他心想着我要怎么帮他。 因为他的心里面很想很想,我应该怎么帮他。 所以他的心就没有留意到他的感觉。 所以你的心就没有留意到对方的感觉。 我们也有时需要更加明白他的感觉。 当他一讲他的困难。 当他把他的问题说出来的时候, 我们在想想,如果我爱他。 我会有什么感觉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感觉讲出来。 我知道你会很辛苦。 我知道你很难受。 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时刻。 这个真的很困难的时刻。 不是演戏。 不是演戏。 而是真的感受到他的痛苦。 。 当我们这样讲出他的感觉的时候, 他觉得我们知道他的感觉。 然后我们也能了解更多他的感觉。 。 但是过程的时候, 问的问题是用对方的需要和感觉为先。 你问问题的时候, 要对对方的感觉和需要为先。 这种情况不单只是人忧伤的时候。 这个情况不单单当一个人有忧伤的时候。 就算有些人在属灵上很弱。 就算有一个人在属灵方面很弱的时候。 就算有些人在属灵上很弱。 这个是自私。 这个是自私。 当一个人软弱或是困难当中, 他不太喜欢听到自私。 他不需要听到一些指示。 他不喜欢听一些指示。 他喜欢听一些令他感觉到对方, 知道他的感觉。 。 就算一个人属灵不好。 就算一个人属灵不好。 我们觉得他不听话。 我们觉得他不听话。 那就想快点教。 就是很多时候很快想教他。 他未必想过去的。 但是他未必想改的。 但是如果我们感受他的感觉。 我知道你在属灵的软弱。 我知道你在属灵的软弱。 你都觉得你没有力量的。 很辛苦。 很辛苦。 你很想爱主。 但是爱不到。 我就说出他的困难。 就是你可以讲出他的困难。 他听到我感觉。 你知道我软弱时的感觉。 我再讲一次。 有个人属灵人弱。 我再讲一遍。 如果一个人属灵软弱。 我们就说。 你祈祷多些。 我会跟他说。 你多祷告吧。 另外一个可能性。 我知道你想更加有力。 我知道你想更加有力。 但是你觉得好像得不到力量。 但是你觉得你总是得不到力量。 好像很难有动力去亲近神。 你有可能觉得内疚。 我想问大家。 第一个回应和第二个回应的分别。 你觉得第一个回应什么感觉。 第一个回应什么感觉。 第一个回应什么感觉。 第二个回应什么感觉。 你们可以回答。 你们可以回答。 第一个不近人情。 第二个好像比较可以明白心理感受。 比较容易接受。 不要回答。 不算是否珍妇人。 一定要 donated粘死中的帮助。 是的。 sao一さん给您veotsuk Günba行说明什么。 第一个回应? 第一个回应是什么。 指示后。 你要多祷告。 ниц Kelsey的时候,对方没有感动。 是吗? 你筶梳的时候。 对方没有感动到大家。 你指示的时候。 对方有什么感觉的。 又教我en单 Utah Marie Maps直 Seattle. 教訓,教訓,教訓,有什麼感覺? 感覺到,不懂我。 我只會覺得,有時教訓我做得不好,你都說我。 我只會有,總之自己在一個比較低的地位。 我知道你在屬林上很力量,覺得很辛苦。 但是,如果你說,我知道你的屬林方面很難弱,很辛苦。 他會覺得,我們明白他。 他會更多有動力去改。 所以,這個回應是我們第一樣學的。 我們要知道我們在說什麼話。 還要你要知道你在講什麼話。 是指示? 還是你是把他的感覺講出來? 或是想了解他的感覺? 還是你想了解他的感覺? 我們可以更加發掘。 我們可以更多的發掘。 因為有些人,有些表面的感覺。 他不開心。 但可能深層的感覺。 但是可能他有更深層的感覺。 覺得自己很失敗。 覺得自己很失敗。 還沒有用。 。 我們這個同理心呢? 第一種叫做初層次同理心。 這個初層次同理心。 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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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層次呢?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知道你不開心。 這個直接的感覺。 這是直接的感覺。 但是他深層裡面。 但是他這個深層裡面。 可能他覺得自己很失敗。 可能他覺得自己容易失敗。 沒有人喜歡。 做什麼都不好。 這個是深層的感覺。 我們不是經常都要說他深層的感覺。 當然我們不要常常說他深層的東西。 但是當我們了解他更多一點。 但是當我們了解那個人更多的時候。 我們就會感受到他深層的痛苦、失望。 我們就感覺到他深層的痛苦、失望。 我們可以講出來。 有些人說他深層的困難。 好像很負面。 其實負面不是這樣解釋。 我們是明白和接受。 這個不是負面。 負面是沒有希望。 你做得不好。 你做得不好。 就是沒有盼望。 就是你給一個人有盼望。 這個就是負面。 所以,我們說上一首, 我們就回應他的感受。 所以,我們可以說, 我知道你辛苦。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知道你裡面或者很失望。 我知道你在裡面很失落。 或者很內疚。 就是把他的感覺講出來。 這是第一步。 就是看看那個人情緒的情況。 有些人是很輕微的。 有些人是比較強烈的。 輕微的,不需要回應太多。 如果他深層很重的話,你可以回應多一點。 有些人只是在那種感覺。 但是有時候,如果你太單單地講出他的感覺。 他可能會哭或者感動。 或是非常感動。 已經開始有釋放了。 下一步呢,我們就想引導他去。 來每一個人不同的。 引導他知道他的實際情況。 就是每一個人不一樣的。 下一步,我們希望可以引導他實際的情況。 就是引導他明白他是什麼狀況。 引導他現在是什麼狀況。 他的困難是不同。 比如說一個人有很多問題。 我們要決定哪一個問題才是中心的問題。 我們要引導他明白哪一個是他中心的問題。 他應該不是定他的罪。 這個不是定他的罪。 而是讓他知道他在這個困難中。 讓他知道他是在這個困難當中。 我們可以引導他評估。 讓他明白他的狀況。 他需要做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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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 讓他明白,知道他需要找什麼來解決他的問題。 然後呢,下一步就是問他,你想不想能夠輕鬆、平安。 或者處理到這些情緒的問題。 因為他有些人找我,他們不開心。 他未必是想找一個方法去解決他。 他可能只是想找一個人談話。 或者是想說對方很壞。 或者是他很想有一個對象,他可以發誓。 他說那個人是很壞。 把這個責任推卸對方。 把責任推卸對方。 那時候我們要引導他去評估這個情況。 這個需要很智慧的。 因為我們不是要定他的罪。 因為我們不要定他的罪。 而是讓他知道他實際的情況。 比如說他跟你說,我的家人很壞。 他不是壞。 他對我不好。 他注目在那邊。 但是他本身也沒有自己的困難。 但是他本身也沒有自己的困難。 他自己本身有問題。 我們可以引導他。 那你覺得問題在哪裏呢? 我引導他來了解這個問題在哪裏。 全部在你家人身上。 要幫助他評估。 你自己也有什麼問題在哪裏。 還是你自己也有事情需要處理呢? 就是這個便幫助他評估找到那裏。 我们未必找到最根源的, 我们要选择找哪一样东西。 找到以后,我就问他, 你想不想处理这个问题? 而如果他说想,我们就欣赏他。 你想,你就可以将来改造。 那我们可以引导他去分析这个问题。 比如说,他说,对方常常骂我。 有些人听到普通人,普通朋友就说, 对啊,那个人很坏的。 但是我们作为辅导员,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不要认同他,对啊,那个人很坏的。 不要这样说。 所以我们跟他说,现在有一个困难。 他骂你。 你又不开心了。 那你就不开心。 那你不开心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比如说,他跟你说,我会发脾气。 那我问他。 那你发脾气的时候,对方怎样反应? 我不是教他不要做某些事情。 因为很多人很容易,很快, 所以叫他不要做某些事情。 因为很多人很快就教那个人说, 你这个不要做,这个不要做。 我们是帮他拆解这个情况。 即是说,原来你跟他的相处, 他这样做,你又这样做, 结果造成了这样的pattern。 就是你的反应,然后他的反应, 就是互动的,有互相影响的。 即是,人都会明白实际发生什么事情。 让他明白实际发生什么事情。 是我辅导很多人。 我辅导很多人。 有时候他讲的情况很复杂。 他讲的情况很多时候很复杂。 或者他对某些事情有些很强的反应。 我听之后,我就会将他逐样拆开。 后来我听到的时候, 我跟他一样拆解。 其实他的内心是怎么样的? 他的讲话是如何? 他的回应人如何? 别人怎么样回应他? 把这个实际的情况拆解。 或者比如说一个人的属灵方面不好。 他说,我没有动力祈祷。 我祈祷就眼睡了。 我一祈祷的时候就想睡觉。 我们都要拆解。 那你做什么你不会睡觉了? 你做什么你会困难? 你这种事眼睡。 你是不是想到神就觉得很闷? 他一路的了解他,一路的了解他,一路的引导他。 他可能觉得神要求很高。 所以他以为信耶稣必须要做很多事情。 所以他认为神的要求太高。 他想到神没有,不觉得安慰。 所以你一想到神的时候,他不觉得安慰。 我找到他的问题。 找到问题的时候,我会引导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丹丽说神是,他觉得神是要求人。 如果神只是一个多方要求的神。 那我们可以稍微问他,你是不是觉得神真的要求人。 然后你可以问他,你真的是不是觉得神是不是时常要求别人呢? 神有没有恩典的呢? 他可能都说有。 可能他也说有啊。 不知为何得不到。 但是觉得不知道他怎么样。 但是觉得得不到。 那我就知道他的问题在哪儿。 那也有时候我们在教堂辅导不能够很长时间。 但是起码可以拆解他的问题在哪里。 然后呢引导他自己找解决的方式。 那引导和教导是不同的。 教导和教导不一样的。 教导是怎样的? 他教导就是神很爱你的。 神其实很爱很喜爱听你的祷告的。 那你祷告的时候神会祝福你的。 这是教导。 引导是什么呢? 你是不是觉得神常常要求人呢? 你觉得神对人的感觉是如何呢? 这是引导。 有一些情况我们不需要引导很久的。 如果讲到属灵方面。 知道他就是对神有这种负面的看法。 如果他知道他对神有这种负面的想法。 我们就要看这个人的感觉有些根深蒂固。 是不是根深蒂固。 如果他有根深蒂固呢? 你这么说神爱你也不会改的。 如果他真的根深蒂固的时候, 你跟他说他神爱你的时候, 他也不会改的。 根深蒂固就要引导他。 为什么他会觉得神正的要求? 能引导他, 为什么你觉得神只是一个要求人的神呢? 可能他的父母常常要求他。 他常常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他常常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所以他将人对的要求放在神那里。 所以他常常把人的要求放在神的要求。 他如果根深蒂固的时候, 必须有时间来拆解。 如果他不是这么根深蒂固呢? 我们就可以说, 你想听一下, 圣经讲到神其实是怎样的呢? 我们就可以跟他说, 你想听,圣经是如何讲关于神呢? 我有个问题,你想不想听? 我有个问题,你想不想听? 为什么我就问,你想不想? 他会觉得我强烈地教导。 如果我问他, 你想不想听一下, 原来神对人是怎样的? 他会觉得被尊重。 他接受的机会高点。 他的接受程度会高。 可能我们引导他, 找出他的问题以后呢, 引导他找解决方法。 就是我们一别的引导他, 找出问题在哪里。 但是我们也引导他, 找出解决的方法。 然后呢, 就有些什么解决的步骤。 有很多什么解决的步骤。 可能比如说, 那你开始如何宣告神的爱呢? 可能你可以开始的, 你这样子的, 宣告神的爱。 你有很多某的东西, 你有很多神的恩典。 然后呢, 想到某些事情的时候, 你会想到神的恩典。 这个其实是, 我刚刚的方式是, 人是教导的。 刚才我讲的, 就是教导。 有些情况, 他已经接受, 是可以教导的。 但是有些情况, 如果他接受的话, 可以开始教导的。 但是如果他不接受的时候呢? 我先要再引导更多。 才做引导的方式。 好了, 就是做了这个解决的方式。 然后就告诉他, 你这样做吧。 下一次你回来的时候, 你告诉我, 你做得如何。 我给你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给你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对他的家人关系不好。 他常常跟他的家人生气。 他的家人也不爱他。 他已经很不开心。 因为他说, 你以为是有家人。 如果你看他说, 你饶死你的家人吧。 他觉得太难了。 他觉得太难了。 所以我们要慢慢拆解。 所以我们慢慢拆解。 你心里面的感觉, 你对你的家人是如何的? 那你觉得你家人对你的感觉如何? 你这种感觉, 其实对于你有多少影响呢? 这个他们的感觉, 对你有什么? 有多大的影响呢? 那他能够说出来呢? 如果他能够讲出来的时候, 这种感觉, 原来这种感觉对你有很大的伤害。 那你想不想这种感觉有些改变呢? 那你做人会开心一点。 那你想开心一点, 有什么方法呢? 有些根深蒂固的伤害。 就需要长一点时间。 引导他拆解。 以及如何解决方法, 他都不容易接受。 但是如果你跟他说的解决方式, 他都不容易接受的。 都是需要引导他。 有时他未必二次做完, 可能逐步逐步逐步。 但是下一次他未必都做完, 可能一步一步的。 那为什么要辅导呢? 为什么要辅导呢? 为什么不是, 什么都是教导。 为什么不是, 都教导呢? 我用一个例子, 他家人跟他关系很差。 就是如果我拿这个例子, 他跟他的家长的关系很不好。 你反弃你,就要辅导。 如果你跟他说, 你回家的时候, 就要辅导他吧。 你要祝福他吧。 你要祝福他吧。 他觉得, 没有可能的。 也没有动力去做。 我也没有动力去做。 他只是敷衍你而已。 他只是很肤浅你的。 但当我们拆解给他知道。 他跟他家的关系不好。 他令到他整个人都不开心。 整个人都很辛苦。 当他明白了, 在这样子是幸福的时候。 那你想不想能够脱离这件事呢? 那你想不想脱离这个不开心呢? 因为人如果未准备好, 就要跟他慢慢引导和参加。 其实这种辅导的方法呢?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用的。 有时候家人就说, 哎呀,我今天很不开心。 比如说, 你家人说, 今天我不开心。 有些人很快就没有几种反应。 第一, 你不用啊, 不开心。 你可以做什么都不开心。 你可以做一些事情令到你开心。 其实, 很多人听你说话, 觉得很语言。 但如果你听了这些话语的时候, 他们觉得很遥远。 有些人的方式就是逃避。 他说, 我不开心了。 吃东西吧。 看电视吧。 不要想了。 很多时候人会这样的。 不敢面对这件事。 比如说, 有些人说, 哎呀,我有癌症。 很多人说, 哇,癌症很严重。 不敢讲。 其实癌症肯定是很孤单。 但是癌症的人, 他们很孤单。 周围的人都听到癌症, 都不敢跟他说。 很多人听到癌症的两个字, 就不敢跟他说。 很多人会说什么呢? 你吃什么药? 有什么秘方? 我可以医好癌症。 这是没有回应他的感觉。 我听到有人说, 他有癌症的时候。 我听到有个人说, 他有癌症的时候。 我听到有个人说, 我会说, 我知道你听到, 他觉得很不开心。 然后呢, 你听到这个消息, 一定不开心。 对吗? 他想像我们的情况, 会有什么感觉。 就是我们会带入我们自己的情况, 会有什么感觉。 其实人的感觉很多元化。 其实人的感觉很多元化的。 他有一些感觉很不开心。 有一些会生气。 他会生气。 他会生气, 跟神生气。 为什么神让我有癌症呢? 他可能会骂人。 他对我不好, 令到我生气在里面, 所以引导我有癌症。 或者他生气。 或者他跟自己生气。 或者他觉得我自己做得不好, 所以我有癌症。 或者他有内疚。 或者失望。 其实一个人的感觉可以很多方面的。 有一个列单的主要感觉。 用英文很容易记得。 Glad, Sad, Mad, Afr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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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羞耻。 还有内疚。 还有内疚。 还有受的伤害。 这些都是主要大累的感觉。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有些事情发生。 我们就想, 如果我是他, 我会有什么感觉呢? 有些人可以猜到的。 有些猜不到的。 那你可以问他, 你的心情如何? 你的心情如何? 你觉得怎么样? 让他自己把他的感觉说出来。 我这次讲得很简单。 一个辅导的方式。 我讲得很简单。 一个辅导的方式。 第一, 真心关心人。 然后行动就是聆听。 然后也会回应他的感觉。 然后引导他讲出来更多的感觉。 或者他的困难。 然后引导他看出问题在哪儿。 然后引导他找解决的方式。 但是我们不需要所有的问题都解决。 就是看看有些次数哪一个问题要先解决。 通常有两类的解决方法。 第一, 解决内心的感觉。 第二, 解决那些事情或者他跟别人的关系。 是两个不一样的。 首先, 他怎么样? 首先, 让他的人轻松一点。 里面, 就是处理了他的负面感觉、 他的愤怒。 这个里面, 首先处理他的负面感觉、 他的愤怒。 另外一个, 就是处理事情。 这个人与人的关系。 或者某些事情如何处理。 然后引导他按照这个步骤怎么做。 比如说有些人, 他不肯睡觉。 他晚上去玩手机上网。 他晚上去上网, 去玩手机。 他有一个规律。 到夜的时候, 他可能很闷。 他到晚上的时候很闷。 他没事干,他拿了手机, 一玩就停不到, 结果第二天,他晚才起来, 他上班时没有力量, 引导很多问题, 他有一个规律, 或者是两个人的关系, 一个人很喜欢顶嘴, 顶嘴的时候越来越糟糕, 我们找出一个规律, 这个规律可能是对方经常说一些事情令他生气的, 他在这样的时候, 我怎样去把这个循环停止呢? 比如说对方一发脾气的时候, 你应该怎样反应,怎样处理呢? 我现在简单说了这个辅导的过程, 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们很容易会弄到的。 另一点我想分享, 我们要分辨哪一种话语, 教导,引导, 说出他的感受, 说出他的感受, 认同他的感受。 认同什么意思呢? 认同是什么意思? 指控。 有些人说我绝对不会指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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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讲你都没有祷告。 这句话已经是一个控告。 但是可能你不知道。 他就告诉我, 我只是把事实告诉他。 的确是事实他没有祷告。 但是他听不入。 比如说我们想激励一个人, 亲近神或者有些改变。 我们最好的从恩典开始。 鼓励人祷告。 神很喜爱我们的。 神非常喜爱听到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神一定会回应的。 神一定会很兴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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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这个世上真的很想找一些人真心找他的。 所以你祷告的时候神很欢喜的。 很少人会这样鼓励人祷告的。 很多人,多大部分的人都会说, 你记得祈祷吧? 你常常祈祷吧? 你常常祈祷就有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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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单单地跟祂说, 你每天要读多少章圣经。 我们告诉祂, 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应许。 他应许了神怎么爱我们, 神怎么陪伴我们, 神怎么加力量给我们, 安慰我们。 真的很多人抓住这些应许, 真的可以得到力量的。 所以圣经是非常宝贵的。 当我们抓住圣经的话语的时候, 有什么大事发生, 都不会摇动的。 用恩典来推动它。 当我们想神的话语的时候, 圣灵就会动工, 祂会感动我们。 这就是用神的恩典推动人。 神的话语就是有恩典和律法。 恩典就是神关系我们, 爱我们,陪伴我们。 律法就是我们要祈祷,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爱神, 我们要离开罪。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没错的, 这是问题。 不是单单地教育的人做什么。 不是单单地跟他说, 你不要犯罪吧, 你悔改, 要跟他说, 罪是比癌症更加恐怖的, 它破坏整个生命的, 令你跟神隔绝, 一生受苦。 一生会受苦的。 而且你在最终觉得绝望的。 但是你在最终一定觉得绝望的。 神的圣灵就很漂亮。 神的圣灵都很漂亮。 在天上的圣徒, 比如说他在世上可能不喜欢一个人。 但是他上到天堂就不再生气了。 但是当他上到天堂的时候, 他再不会跟他生气了。 就会很开心,很欢喜他。 圣洁就是这么美丽的。 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充满圣洁, 每一个人都彼此相爱, 你不跟别人生气, 这个家庭非常温馨, 所以圣洁是非常美丽的。 罪会令人与人之间仇恨, 会伤害, 被破坏人之间仇恨, 被破坏人之间仇恨。 所以我们遵从神, 就是愿蒙福。 所以用恩典推动人, 而你做得不够好, 即使求耶稣赦免。 神会笑得很厉害。 这就是用恩典推动人。 跟人讲人的说话, 都有恩典和律法的。 比如在家里说, 我爱你啊, 我关心你啊, 我很想念你啊, 都是恩典的话语。 律法就是, 你倒垃圾, 你去倒垃圾, 你去洗碗吧, 你记得打电话回家, 你记得打电话回家, 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这些东西是应该做的, 没错。 其实我们每天都会讲这些话。 但是我们每天都会讲这些话语。 但是你讲这些话语有几种语气。 但是你讲这些话语有不同的语气。 最坏的语气。 最坏的最不好的语气。 你整天都不洗碗。 你整天长生都不洗碗。 你整天做事你就走了。 如果我知道你工作的时候你要走, 跑掉。 这个就是空宿。 另外一种语气呢? 你继续不去做。 为什么你还不去做? 另外就是, 洗碗吧。 第三就是命令式的。 你去洗碗。 其实, 想人做的事都是有方法的。 当然, 如果你想推动一个人做某些事情, 会有方式的。 你帮我洗碗, 我很开心的。 你帮我洗碗, 我很开心的。 我很需要你帮我。 你帮我, 你帮我了。 我就很开心的。 很好的。 你帮我了, 我就很开心的。 很好的。 加一点恩典在里面。 这个跟人关系都会改善。 这个呢, 你跟人与人关系都会改善。 当然, 我辅导很多人。 比如说, 你夫妻。 会引导他们回家, 应该怎么做。 其中一个人会说, 他一定不会做的, 他肯定不会做的。 他不知道他一出口就是空宿。 其实我见过很多人, 一出口就是空宿。 一出口就是空宿了。 一出口就是表情了。 是很不喜欢的表情。 为什么呢? 人的心里面, 很不喜欢别人。 就在我日常生活, 不知不觉地走出来了。 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不知不觉地走出来了。 当他留意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 我现在讲的说话, 我现在讲的说话, 其实是, 因爲一个律法呢? 我想讲一句话, 其实有恩典和律法的。 为什么会引导他做得更好? 比如说讲道也是的。 不单单, 你们要悔改, 你们要遵从神。 我们多点给他指, 神的爱。 神的恩典。 神怎么样欢喜我们回应祂。 神怎么样祝福我们。 我们常想到, 神很开心的。 你一祈祷,神就很开心。 你为耶稣, 就算给一杯凉水的时候, 神都很开心。 你为了耶稣的缘故, 你把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耶稣很开心的。 就是, 用恩典推动人。 用恩典推动人, 有什么好处呢? 我比较, 我比较, 很多人拍拖的时候, 对方喜欢什么衣服。 马上去买。 因为对方很喜欢。 他们的热恋的时候, 他就觉得, 我做这些事令他开心, 我很开心。 如果我做这些事情令到对方开心的时候, 我就会很开心。 对方一定会很开心, 会笑的。 这个状况, 他很有动力去做任何事。 这个状况, 他非常有动力去做事情, 为对方做的。 结了婚, 很多时候就改变。 结了婚之后, 结了婚之后就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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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不洗碗, 你又不帮我, 你又不听我讲话, 你又不听我讲话, 都是指控的。 但是呢, 另外一方讲。 你听我讲话, 我很开心。 多谢你听我讲话, 我很开心的。 谢谢你聆听我的心事。 我也想知道你听完有什么感觉。 去引导对方的回应。 这些方法应用在日常生活中, 是会建立关系的。 而为什么拍拖和结婚之后有什么大的分别。 因为拍拖和结婚之后有什么大的分别。 因为拍拖的时候都是在爱里面的。 做什么都有回报。 但是结婚之后呢? 结婚之后呢? 结婚之后呢? 已经有很多坏的印象。 他又不做。 他又不听我。 他又不听我所讲的。 我心就不忠意。 但是我心里面就不舒服了。 他不做呢? 我也不想做。 但是如果有没有心态, 我做,他会开心。 但是如果有没有心态, 如果我做的话,对方会开心。 就会更有动力去做。 如果对方收到的时候, 对方会回应。 他回应的时候,你会很开心。 你珍惜这个关系。 知道我们是彼此相爱之中的。 这个关系就享受很多。 这个关系都会被享受很多。 我婚姻90%以上的婚姻不是这样的。 因为人基本上是自私。 只是说别人没有做。 要求别人做。 所以我们知道原来, 要人做什么是给人做很负面的感觉。 所以我们辅导的时候, 让他看见恩典, 又引导他。 我同身接纳他。 我接纳他。 我接纳他,才可以让他容易明白神的接纳。 然后我们就能够用动力去改变。 有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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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练习了。 有问题就是, 所以很多时候, 比如说有的时候很容易看到别人有问题。 比如说, 这个人不爱神, 这个人不独身。 这样子我们是想去帮助他们。 但是呢, 别人没有问, 我能说吗? 最后他说什么呢? 如果没有人问。 当然我们看到, 但他自己觉得。 看不到。 他自己知道, 但他又不是。 或者没有主动看出来。 没有主动说。 反正我说, 要是把他引导的, 是什么状态, 辅导他。 他都说, 那就是他说吧。 当我们看到, 有些人教友有些问题。 当我们看见一些, 在教会里面, 弟兄姊妹有问题的时候。 如果我们跟他们说。 如果我们跟他们说。 我看到你, 有些问题。 我看见你有问题啊。 没有人喜欢听这些话语的。 我们用一个连述的心。 我们用一个连述的心。 这个人, 他这样的属灵状况。 那个人, 那个属灵状况。 其实他很辛苦的。 所以我们用他的感觉, 和他需要入手。 所以我们从出发点, 是从他的感觉, 感受和需要。 比如说, 你会不会觉得, 很难得到神的爱, 神的力量。 你会不会很难得到上帝的爱, 和上帝的力量呢? 你一想到神, 你会觉得怎么样啊? 你一想到神, 你会觉得怎么样啊? 这个是以祂的需要为满。 这个是以祂的需要为本。 这个是以祂的需要为出发点。 如果这样的话, 就比较容易被接纳。 其实你留意耶稣做的, 很多时候, 他就是原来那个, 他那个需要, 别人的感觉。 比如说, 十二年血流的妇人。 他偷偷地摸耶稣。 他偷偷地摸耶稣。 其实他犯了律法的。 但是耶稣就问, 摸我了。 但是耶稣呢? 谁摸我啊? 他那个妇人呢? 不敢出声。 因为他怕, 他犯了律法。 但是耶稣怎么回应他呢? 是回应他的孤单感。 他的内心的感觉。 他说,女儿, 放心吧, 你的信救了你。 首先回应他的身份。 他的人的重要性。 你是我的女儿。 放心吧, 回应他的内心的感觉。 他知道了, 我安心你的。 然后你的信救了你。 比如那个撒盖, 那个树。 耶稣不是说, 你做了很多错事。 耶稣觉得他不被接纳。 如果这样的话, 他觉得不被接纳。 耶稣就说, 我今天去你的家吃饭。 就是对他的接纳。 主书的意思就是, 我接纳你。 然后那些人就说, 你知什么人。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啊? 撒盖是谁啊? 但是耶稣就说, 你救恩, 今天来到你的家。 比如说, 黑人被抓过的妇人。 耶稣会关心他的感觉。 耶稣首先关心他的感觉。 他的需要。 当然, 他也想他不要犯罪。 但是那些人走过来之后, 耶稣就问他。 当一个人走的时候, 耶稣问他。 那些定理罪的人去哪里啊? 定理罪的人去哪里啊? 然后他们都走了。 我都不定理罪。 我都不定理罪。 第一, 就是回应他的需要。 但是他也跟着说, 你不要再犯罪。 然后以后耶稣跟他说, 你从此不再犯罪。 我们知道圣经讲到, 压伤的芦苇, 他不会截断。 将残的灯火, 他不会吹灭。 神是一个充满怜悯的神。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会想到神, 神要我读圣经, 神要我悔悔, 神要我祷告, 因为世界上的人都会重要。 因为神的人, 因为世界上的人都必须要做东西, 做事情,做事情。 所以一想到神, 神要求我做这个, 但是我做不到。 因为他活在律法主义。 因为他活在律法主义当中。 所以他看不到神的恩典。 所以他看不见神的恩典。 像是一个孤儿, 被别人的受养。 他不会说, 我都很幸福啊。 然后他怀疑了, 那个人受养我的家人, 是不是真的爱我。 所以很多人信了耶稣, 也是在律法里面的。 很多基督徒都是在律法当中, 而不是在恩典当中。 就是常常的, 我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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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没有做。 所以神不喜欢我, 我也不喜欢我自己, 我也没有力量。 所以这个都是在辅导背后我们的心态。 好。 那另外追加一下, 就是那到底是我们要主动地去辅导别人, 还是等别人展露出他的需要的再去教? 应该看情况。 其实我们跟一个人相处, 我们会见到一个人在教堂。 就是当我们在教堂里面, 看见一个人, 你跟他相处。 我们会见到他的心态的。 你会见到他的心态的。 他的听到。 或者他跟人交往。 或是跟其他人交往。 看见他很退后。 没有心情。 他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 有些人你看到他的眼神。 他有心的。 有心的人是容易帮很多。 没有心的人呢? 他首先需要你的关心。 我都会这样说。 我都会这样说。 最重要是先欣起那些有心的人。 但是那些软弱的人, 我一样需要关心他。 都需要关心他们的。 但是他用的努力是多很多。 但是我们用的努力是更多很多。 而且帮助很多,他都未必改。 但是帮助很多时间,他未必改的。 那么我们的速度就根据他的回应。 就是我们的速度就根据他的回应来定的。 那么有些人你帮助他,他就很好反应。 有一些人你帮助他,他马上有反应。 他可以兴起来服侍主。 这个我们观察到了。 这个我们观察到了。 有些人,他没有信的。 你常常追着帮他。 你可以跟着他,追着他每一天帮助他。 他觉得很烦。 有些人,他只想别人关心他。 他也不想回应耶稣。 就是看每一个情况不一样的。 其他问题。 我想说,辅导入深是很难的。 辅导入深是很难的。 辅导入深是很难的。 从心底去明白。 引导别人。 尊重人。 尊重人。 令人觉得舒服。 被看重。 引导他。 很难的。 因为我们的倾向是很快教导别人。 好。 那么没有问题,我们就会联集。 如果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去练习吧。 前年一位才不敢讲。 就是赴 Local Rھیm被dr Feed Kann Spot 耶稣被帮开始。 辅导入深是 Britain严得险国家。 илаles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